那一天在台上 後半段的時候我覺得我血糖有點太低 有點頭暈目眩 又沒事東西這樣 就是後半段講了什麼其實我有點不太記得 但下了台之後後來因為 黎安導演有到後台來跟我打招呼 那我就是 有一種被又醍醐灌頂的感覺 就是他 非常的真誠的 把他看到了富途青年以後的回饋 直接就當著我的面直接說出來 快快趕快說我們現在記者會上我們的獎金 富途青年如何 黎安導演說 他就說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作品 然後我說台灣有你這樣的演員 真好 你可以講清楚一點 來再來講一次 他說台灣有你這樣的演員真好 黎安導演說台灣有無客人這樣的演員真好 無客人想不到 對 被黎安導演這樣稱讚 你要進軍國際市場了嗎 沒有沒關係 我在台灣拍就好 就是其實就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以往我看到黎安導演 因為他在螢幕上或是在 不管對外的採訪或發言 其實他是一個 非常 非常 非常謙虛 非常有 有內涵 然後講話都是 慢條 不循的 這樣子 是 但是他 想不到他在聊電影 在聊演員 在聊表演的時候 他給我的反應是很直接的 那種直接會有一種 對於演員會有一種撞擊 因為 以往 以往我們 可能 沒有看過 我自己真的沒有看過 他 這樣的樣子 因為也許 我們都在螢幕上看到他 可是見到真人 然後在他面前 對著泥比大幕子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最主要是他還有跟我回饋 因為我還有另外一部片 戴人長久 戴人長久 他也有看 而且我自己覺得 他是評審團主席 他肯定得看 真的很厲害 他光看了我兩部作品 其實他有小小的叮嚀我 以後未來該注意的事情 他只看了我兩部片 就點出來 對 而且甚至是他看復讀的時候 他說 其實他看到 鬥雞的時候 就覺得 好像對了 光 他光看你拿個菜刀 他光看我鬥雞 不過片子 才阿邦德第二個出場而已 他就說對了 他說你做得對 就是這樣就對了 那那個時候我就有一點嚇一跳 因為 他看得也太前面了 他就光看 很大導演 就我自己就跟 我那時候心裡就想說 哇還好 還好我跟哲耀那時候 有一起去打工 然後 雖然不知道導演會不會拍我多集 但我真的有練 你真的要謝謝那些集耶 這真的 那些